苗里有家长带未满六岁的小朋友到头粪公园玩滚轮溜滑梯 小朋友的手指头却被割掉了一块肉 当场血流如注 不过厂商检查了半天都找不出让人受伤的原因 公所表示这个溜滑梯有年龄限制 适合六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玩 同时也要有家长陪同 目前已经先暂时封闭溜滑梯 避免再发生意外 小小所长找满鲜血 也仔细看中止血流如注 肉还被割掉一块 家长心疼抱怨 带小孩到头粪公园玩溜滑梯 没想到竟然渐血回家 到了中段的时候小朋友脸色变了 下来之后爸爸还说流血 昨天妈妈帮他擦药 今天他就拿开来看 就那个瓶眼睛一盒回去 割伤小朋友手指头的凶器 就是这个铁制滚轮溜滑梯 为了满足不同年龄的小孩都能玩得开心 现在的公园大多使用共荣游具 也会清楚标示年龄限制 这个滚轮溜滑梯 在最底部就贴告示 适合6到12岁 真的一定要家长来陪同 那这样的安全比较没有什么 在玩溜滑梯的时候 尽量就是手扶旁边的扶手 尽量不要就是手放在我们的那个边边 一大早厂商来检查 但就是找不出害人受伤的原因 猜测有可能是小孩的手指细皮嫩肉 比较容易受伤 因此暂时封闭溜滑梯 直到找出真正原因 确定安全无余后 才会最开放 就张新杰猫里报导 正面无缓的